那時候國民黨討打是不是 照這個邏輯 如果照他邏輯應該不是嘛 對不對 他是國民黨 他一定覺得蔣介石 是這個民族的燈塔 世界的偉人 那怎麼到現在 中國74年來 對我們文攻武後一天不曾停過 現在突然轉變成臺灣討打 我相信他的政黨意識形態 真的太強了 他就是站在一種說 反正我是藍軍的 我現在遇到這個民眾 我覺得這個民眾想法 跟我不一樣 就開始很激烈的對抗 開始很激烈的對立 那包括說什麼 他後面還有提到一個 我覺得也是要不得 他說什麼 他說如果真的打起來的話 你一定要去當兵 你一定要去上前線 這什麼就算讓人死 不行這樣吧 我們先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10歲一樣可以去徵召入 其實我說我這影片 後來人家說根本沒有 年紀沒有那麼大 我這影片剛開始看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基隆市民 在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一定有服役過 因為他講得很清楚 這個炮彈要運送的時候 他的敵火怎麼樣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服役過 果不其然 後來證明他確實有服役過 可是你說為什麼 這個基隆市議員照理來說 他連霸這麼多截 他有基本的敏銳 他當武界 對但是為什麼他會這樣子衝出來 因為其實早就這幾年來 我們社會被政黨政治 這個激化的非常嚴重 只要遇到說 這個不喜歡中共的 只要遇到說 有人講中國來要抵抗了 你馬上在網路上都可以看到 有人說 那你上前線 你去打仗 中國打來的時候你去抵抗 但是我必須要講 這樣子的邏輯是完全錯誤的 對 中國打來 中國飛彈打來的時候 難道他還會瞄準說 喔你是綠的 只打你要藍的 你都不會被打到 不會吧 對 中國要來進攻台灣的時候 難道只有哪一個顏色的人 會受害嗎 今天我們經常講一句話 過去台灣人 幫中國國民黨的蔣介石 打了多少仗 在過去 這個中共 要來侵犯 這個蔣氏政權的時候 也是有很多人台灣人入伍啊 也是有很多台灣人從軍啊 多數台灣人都是當兵的 對啊 那這些台灣人 跟你蔣介石政治立場又不一樣 可是為什麼他要去入伍 為什麼他要從軍 因為保家衛國 是每一個人的基本的義務 今天難道戰爭的發生 只跟軍人有關嗎 我講白了 你看烏克蘭的案例 戰爭發生的時候 前線是軍人 在大後方 所有的男女老幼 一律都要動員起來 一律都要保衛國家 今天你沒有拿槍的時候 你是拿急救包 你是拿單架 你是拿這個交通指揮棒 你是要維持這個民生的正常的運作 這個才是真正現代的現況啊 結果這個議員 他之前是不是還想要選議長 其實我是有聽說 就是他在因為當地連霸很資深 他也想要更上一層樓 我想說好險喔 如果給他當到議長的話 這還得了 不知道基隆會變什麼樣子 因為你從他的言談當中顯示 他也不了解基隆 我是台北市議員 但我也知道 基隆其實是我們台灣的要塞 基隆港是台灣非常重要的港口 所以不管你這個彈藥庫在或不在 基隆勢必都是中國野心針對的目標 所以你說 他剛才在那邊吵彈藥庫搬走 中國就不會來 我說這位議員 你不僅不懂軍事 你也不懂基隆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子 這言行就在鏡頭前面 這表示什麼表示他其實日常就是這樣 那你說這個人是不是因為政治意識形態太深 整個走道偏調 我覺得非常可惜 但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想的是 這些年來 中國這麼多的認知戰 這麼多的這個宣導說在台灣 你要責怪受害者 你要為中國的侵犯找理由 中國來都是你逃打 都是台灣人自己不對的 這個想法到底影響了多少人 有點像是不平等條約 因為這個案子是委託捷運局 第一工程處去執行的 所以我也問過相關的官員 官員就跟我講說 這個在跟事補 在跟廠商協商的過程中 太順從廠商了